夏洛特公主是宝藏女孩 性格像凯特 脸型像女王 五官像戴安娜 这次加冕典礼上 夏洛特公主一席像牙白斗篷没出圈 跟凯特王妃身穿亲自装 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关于夏洛特到底像谁 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 但是不变得对小公主的喜爱之情 王室专家米兰达霍尔德认为 夏洛特跟凯特有三个相似的地方 其中最像的还是性格 知性优雅的同时 还拥有女性的柔美 甚至被誉为迷你版凯特 夏洛特跟凯特除了性格相似外 还都喜欢运动 为了让女儿更好的活动 夏洛特经常穿运动服 虽然年龄只有八岁 但是夏洛特却精通帆船 滑将 橄榄球和射箭 喜欢亲近自然也喜欢运动 因此夏洛特拥有一个强健的体特 此外 夏洛特还喜欢小孩子 虽然自己还没长大 就已经担任起长姐的角色 帮助父母照顾路易小王子 最后一点相似的地方 就是夏洛特和凯特都很时尚 穿衣打扮都能引领风潮 每次母女俩一起亮相的时候 总能够引发轰动 绝对是王室里最吸睛的一对母女 尤其在加冕典礼上 母女俩身穿同款 亚历山大麦昆斗篷礼服 戴着银色发带 简直就像是复制粘贴一样 以往夏洛特比较闹腾 这次却沉稳大气了不少 不少王室粉丝纷纷感慨 夏洛特的脸型像女王 但是五官却像极了戴安娜王妃 尤其是眼睛向上看的时候 简直就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戴妃的盛世美颜终于有人记成 有王室粉丝放出童年对比照 夏洛特的五官的确跟戴妃很像 真是令人感觉不可思议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 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认为 夏洛特小时候看起来很像女王 她的肢体语言更像她的祖母戴安娜 跟戴安娜还有一点很像 就是她们的面部表情略带害羞 性格都比较内向 夏洛特每次看向摄像头的时候 眼睛都会上挑 跟戴安娜真是无比相似 但是也有王友持反对意见 认为夏洛特明明更像伊丽莎白女王 尤其在出席国葬的时候 夏洛特一席黑色礼服出镜 跟童年版的女王简直一模一样 夏洛特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 当女王的灵鹫经过的时候 她不光自己行了一个屈膝旅 而且还提醒哥哥要屈宫 不得不感慨夏洛特是个宝藏女孩 才貌双全令人佩服故意 出席女王国葬的时候 夏洛特拥有自己首款胸针 这是凯特王妃为女儿精心挑选的 马蹄形胸针精致又优雅 女王生前最喜欢赛马 夏洛特佩戴马蹄形胸针 也算是一种致敬和缅怀 每回夏洛特公主出镜的时候 都能在现场掀起一波超强的关注度 翻看王室老照片会发现 夏洛特童年时候的确更像女王 尤其皱眉的时候简直一模一样 夏洛特虽然只有八岁 但是已经懂得自己肩负的职责 并且开始帮助父母照顾帝 作为威廉王子唯一的女儿 夏洛特被给予厚望 甚至有人希望她成为另一个安妮公主 从小就生活在高高光的状态下 夏洛特却表现得落落大方 这个小姑娘未来可期 甚至有不少网友期待她可以继位 成为跟女王一样伟大的君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惠祝 入口 Ronnie 习近习 订阅 字幕下转 入口帝 转发生 明镜